哈喽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雪月生生活動作最後一集 我是這部影片的拍攝者影獸,剪接也是影獸 那是最後一集,大家數一下第17集,最後一集喔 要趕快看嗎?趕快一起來看嗎?我怎麼變那麼智障 如果你們覺得我影片需要加字幕,其實這個要求目前有點難辦到 其實我之前有試過影片做字幕,王者榮耀的影片我有做字幕 我們可以自己去看,王者榮耀那個老夫子 我真的有做過字幕,可是我後來做不下去 字幕真的很難做,很難做 很辛苦啊,字幕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如果我起碼要我有贏收,我才會去每一部都上字幕 不然每一部都字幕真的有點難 偶爾有幾部比較用心去做的影片,有上字幕,這我可以接受 每一部不可能 賺不到錢還要打字幕 媽的誰要做 真的不容易啊,尤其像是那種ROROR GRAND 這種幹花那麼多,我每一句話都要打字幕 很累 那如果可以自己去打打看啊,光打,其實打一首歌的歌詞 那個歌詞也是蠻辛苦的啊,可能是我太容易的 那是真的啊,我是個人覺得真的蠻辛苦的,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自己去做可能什麼 不難,但是麻煩 這種簡單,但是要煩這種煩瑣的 才是最痛苦的 然後有一種工作就是 就是一直盯著一個機器 看有沒有瑕疵品 我是聽說這種工作啊,薪水還不錯 可是真的很累 當你一直去做同樣的事情 雖然簡單 可是很,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做N遍 就像跑圖一樣 跑N遍 像職業選手一樣 這些人都不容易 給他多多精神上的支持 因為真的不容易啊 工作司機也是這樣子啊 跑重複的路線 跑個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一天,短路線一天跑個七八趟 長路線一天跑個三四趟 就是週二復始 一直開著一樣的路線 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大家真的不要太靠北工作司機 有個工作司機服務態度不好 那真的不應該 這個服務業嘛 態度很重要 可是 你沒有做怎樣 你可以一直被投訴 那這種真的是 很無言的 我當司機也會覺得很無言的 大家給工作司機多多的一點 耐心 他們也是很辛苦 他們賺錢也不多啊 卻還要忍受這些無言賺錢 要是你們做嗎 自己做不到就不要怪別人 那這一系列 我非常感謝大家各位的收看 那在暑假的尾聲 錄的這一段 錄的這一個系列 也跟各位講得多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還有那個 我的秘密都爆出來了 那這系列之後不會 可能不會再有 這是最後一次 那如果前面之前沒有看過 相關系列的觀眾朋友們 例如說 武龍 沙漠世界 可以去多多去看喔 那我拍LONOGRAM 這樣子拍下來有幾十部影片了 絕對你 絕對看了 看不完 看完可能要 一兩個月吧 那我也是拖很久才會上傳 因為這個系列 雖然我講 討論非常多關於我的事情 我的秘密 可是卻很少人知道 我在裡面幹嘛 所以就他們沒有興趣 不點進來 所以這系列的觀眾 選 是偏少的 那我就會做得比較慢 比較懶惰一點 慢慢就多多包含 這系列本來就上得比較慢了 那如果有沒有看到這邊 就代表說我已經上完了 好不容易對不對 可能都寒假了 還沒上完 我也不知道 可能一下就把它出片出完 我也不知道 啊 總而言之 你們可能看到這邊 我非常感動了 就是 真的不容易啊 做的人不會容易 看的人也不容易 我講那麼多屁話 你們可以忍受 也真的不容易 啊我這個 我還是一個非常嫩的菜鳥 在拍攝影片方面 還有非常多 需要大哥們指教 希望各位前輩也可以 知道 引受 然後多給我一些建議 或是我們可以 找機會合作 也是都可以的 我願意接受合作 只是目前 沒有人來找過我合作 除了我認識的人之外 像之前有一個 有那個 Jimmy莊 有跟他合作 跟他同學 可是外人 不熟悉 不認識的那種 真的是沒有 沒有人跟我合作過 所以真的可以跟我合作 沒關係 那我的IG的話 只要你留言 我就會在 旁邊 那個 告訴你我IG 啊 IG就可以盡量的罵 沒關係 不要在那個公開的地方罵 其實我真的 我覺得我這個蠻膽小 蠻害羞的 我只有在這邊 比較大膽 那也感謝你們支持 已經受到現在 嘖 真的 不容易 我走這段路 不容易 不容易 我還是要走 不要管別人怎麼想 真的 我不推薦你們來幹這 我講了這麼多話 口真的很渴 紅真的很痛 我就是要講 我知道沒有人要看 我就是要講 我講又快哭了 那這個系列真的是 不是不容易啊 其實我很容易苦 很容易難過 我覺得我是蠻感性的 我覺得我是蠻感性的 好 收拾一下我的情緒 哭的有 你會覺得我剛哭的有點假 其實我沒有 淚沒有流下來 可是我 我真的是 真心想哭 真的 我其實不容易 我說我容易哭 但是我不會流淚 我會難過 但我很早流淚 除了跟我爸媽吵架 可能會流淚之後 其他我真的還沒 畢業點裡我也沒有流淚啊 失戀 我初戀被甩 被甩的時候 心痛 在我都不行的時候 我沒有流淚 可是有時候 看到一些很感人的東西 其實我是會想流淚 可是我想流淚 我流不出來 所以該說的人氣 也不是 其實我心裡面已經在流淚 只是我沒有流出來 好 有點矛盾 我這人真的很矛盾 總之就是非常謝謝各位 關照的收看 應該爆的料也爆的差不多了 也沒什麼好看 我的 星座啊 喜歡的人都講過了 都在這個系列沒有講 如果 沒看到的可以回放 去其他題回放 傳說對決也罵了 該講的都講了 然後暑假也快結束了 該收心了 那希望營獸 未來可以越做越好 可以在這邊跟自己說 加油 希望以後這個成功 成功的實況 加油 那這個 比較多小圖 因為前面很多大圖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這集也比較短 對 比較短 這個系列很無聊 難看我就很高興 看我就要滑滑滑 有時候都沒看懂 我滑這樣你們看得懂嗎 我滑滑 我滑滑 看不懂正常 就是為了效率 我要說 就是都 我知道就趕快買了 那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成果 我們做乳业辛苦有沒有多 還有 沙漠世界 真的啊 這個走來不容易 武龍的 我說這個走來真的不容易啊 其他中間的我沒錄 愛情故事 你看愛情故事只有兩個 欸 有三個 沒事 那我是有全部錄完啦 那後來還有 我還有拍什麼 奇幻女神嗎 我有一個沒拍完 我就把它刪掉 那不重要 那這個真的是不容易啊 走來這一段路真的不容易 感謝你們的支持啊 那影片這邊結束了 希望的觀眾們幫他按讚訂閱一下 這系列也將在這邊跟你們告別啦 以後可能真的不會有那麼貴的影片了 他真的非常想要 我在看的話 偶爾拍個每日挑戰吧 拜拜